香港导演彭顺日前被媒体直击 背着老婆李星杰和另外一名香港歌手李月彤约会 新闻闹得沸沸扬扬 但是李星杰这么多天来始终是不发抑郁 昨天晚间夫妇两人发表联合声明 表示婚姻会继续维持 言下之意李星杰选择原谅 不过消息一出很多网友都纷纷为李星杰叫去 最心爱的情人 被媒体直击老公洪穴另有少三 省眼三天之后28日傍晚李星杰在微博发声 她说我们12年的感情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 目前很难过难过是因为有爱 未来是未知但是我们会进行聆听自己的心走下去 最后署名洪穴李星杰言下之意李星杰选择原谅 婚姻真的很不容易 对我觉得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在一起这样密集的相处 然后可能有一个家庭真的很不容易 2010年李星杰与导演彭逊结婚 为了照顾彭逊与前妻的女儿李星杰才选择留在大马 其实早在2005年两人还在交往的时候 李星杰就将彭逊的女儿视为己出 还被港媒拍到以为她未婚生女 我五年前就开始照顾我女儿就把她带在身边 然后那个时候的确是突然当妈妈 这个转变代表很大的不适应 可是现在回头来看觉得我女儿是我上天 送给我一份非常好的礼物 李星杰的全心付出对比彭逊的出轨 网友纷纷替李星杰叫去 认为彭逊配不上李星杰 留言道本来后妈就不容易还不好好珍惜 这家肆无忌惮的出轨怎么能被原谅 整片联合声明稿不见彭逊的道歉 28日晚上10点多 彭逊才在微博上留言写道 我是彻底的错了 也彻底伤害了一直对我付出很多的一个人 是不值得被原谅的 连我自己也原谅不了自己 对不起 是他 杨栋电视整理报道